可以把试题需求部分做出来 那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试题里面有一些要求 将来如果你这一题做完之后 那将来考试你们的试卷上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绞交 那因为我们要最后要存成JVA01 跟JVA01.jama跟.class挡这两个 那怎么样绞交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RAWS掉的话 可能就会没办法评到满分 甚至没有分数 因为你要绞交的话 利用那个测验系统产生的话 它会在你的C点底下 产生有一个那个NS.CSF的资料夹 就这一个 那将来呢 我们的CLIDE端的程式会把这里面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两个题目 两个资料夹抠回去 所以呢 它会自动产生两个资料夹 一个是JVD01 JVD02 那我们将来呢 里面就要把那个.java档 跟.class档放在这里面 那我们做的这个题目 是在Java的工作区里面 那我刚刚有产生 一个这个TQC底线Java的专案 那我的.java档在src里面 .class档在bin里面 所以呢 如果要把它搬过去的话 你可以打开 里面的话会有.java档 你可以把它先搬过去 Ctrl鍵按住好了 把它复制过去 第一个就进过来了 .class档的话 因为我有跑过 所以它会有个.class档 把它搬过来 复制一下 Ctrl鍵按住 然后再来怎么样 里面一下 特别注意哦 噢 再来 这